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称为在登山宝训当中是耶稣在山上跟门徒们有一些的教导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节 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叫做天国的大宪章 是因为耶稣在对门徒进行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 他给我们看见和勾勒出来 关于一个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成为神国的儿女 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会看见一个崭新的一个画面 一幅场景 所以既然有新的就会有旧的 对不对 那我会略略的帮助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到 耶稣他所为我们呈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以及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和教导 那我们会一起来在这个今天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七节里面 更多的去深挖关于耶稣他的教导对我们当中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主日的早晨 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也同时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神你若有什么样的感动和启示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和晓得的 就求你真理的光能够照进我们当中里面 使得我们可以遵行你的命令 好让我们守着你的诫命 一起来等候神你来的日子 听我们如此的交托仰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正如前面所说 耶稣他的教导不仅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国度 也让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 因着相信耶稣成为他的儿女的这些人 我们会被指明说在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有一些的伦理 一些的道德的原则 是通过耶稣的教导而来的 在这个天国的宣言当中 耶稣为他的门徒 以及后来跟随他 并且相信他的人 描绘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这种的生活方式跟世俗的 世界当中的价值观有许多的不同 他建立在一个天国的秩序的法则上面 呼召我们去效法耶稣 去过一个真正荣耀神的 跟随上帝的一个生命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是 耶稣他的教导当中 八福当中的第五福 马太福音说到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门连续 这节的经文不仅仅在告诉我们说 连续的一个真正意义 也呼召我们要去活出一个 带有怜悯心肠的生命 所以在之后的我们的分享当中 你会看到连续和怜悯 在不同的段落当中会被使用 原因是因为来自于希伯来的圣经当中 这一个字词它做名词用是一个怜悯 也可以被用作是具有怜悯心的 可是作为动词用就是连续 所以中文它的语意上面会进行一些区分 那这节经文不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当中连续 它到底对我们一个行动上面的一个指示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 连续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去定义它 并且去理解它呢 连续它包括了有去饶恕罪人 也包括了要去同情那些贫穷的瞎眼的人 连续不仅仅是限定在 有的情况在圣经当中 你会看到它是被定义在一些蛮特定的对象当中 而更多的如果我们更发展来看 耶稣他对门徒的教导 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而言的一个提醒 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 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 那连续同时也是 马太福音常常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你在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的很多段落里面 你都会读到耶稣常常带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耶稣 他是在拯救很多在疾苦当中的百姓 和很多社会当中受到压迫的一些人 这是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本身就有的一个特质 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会心里面非常受触动 因为耶稣所做的很多时候是在当时的社会和阶层里面 甚至看不起的会觉得比较丢脸的 一个非常有体面的人他不会去做的事情 但是耶稣他去做 所以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会有一些触动和意义的 那他作为耶稣而言 他强调连续是来自于上帝的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所有的一个人文关怀 而是他指出 之所以我们需要去连续人 是因为上帝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神是怎样的一位 因此我们接受他的呼召 成为神的儿女的人 会被指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人性当中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情感 但是他的根源是来自于造这个人的神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 关于登山宝训当中 尤其今天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旧约的一个基础 上帝是富有怜悯的 那么怎么来理解神的怜悯呢 我们读到怜悯或者是叫怜序的时候 会常常脑海里面泵现出来 中文的词早字词的定义 包括同情 包括有慈善的行为 包括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无条件的爱与恩典 这些都是丰富在上帝的这个怜序 和怜悯的心肠的当中 让我们看见 来去形容我们 并且了解我们这位上帝的一个特质 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教导 他不是突然有一天上了山 然后就跟门徒说 你们要如何如何 事实上他是我们需要回到耶稣他所身处的这个时代 他是犹太人也身在律法之下 他活在旧约的充分的上帝的启示当中 因此他虽然对门徒们所说的话 但是对于门徒以及当时所生活的犹太人而言 并不会因为他说的话而陌生或者意外 所以耶稣他所说的话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是有被提醒到的 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想到 在旧约的圣经当中 其实有虚许多多可以关联的东西 所以耶稣的思想和脉络 是有一个非常就是连贯性的一个帮助 让我们可以理解的 所以怜悯在这个字词当中 也并不是第一次耶稣被提及 在圣经当中 怜悯不仅仅是我们日常会提到的 关于就是同情或者是慈善等等的这些行为 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说 其实与我们的神息息相关的 就是我们的神对每一个神的百姓和子民而言 他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与恩典 是上帝的怜悯 在生命记当中 会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字词被提及 生命记的第四章三十一节说 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 他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 也不忘记他启示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这个当中这个字词叫怜悯 让我们就想到关于我们的神 在旧约当中 他其实就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心肠的 他不会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几次三番的悖逆 而忘记了他曾经与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所启示所立的约 所以即便以色列的百姓违背了约定 可是神有没有忘记 没有忘记 这是因为他一方面要守住自己的约 所以他是守约诗词在的 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怜悯这些人 怜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百姓 很有意思的是略微探索一下 就会发现在圣经旧约的当中 希伯拉罕的这个字词怜悯 这个词的词根 与我们会很意外的会发现 它与一个名词叫做子宫 是有很多的相类似的地方 它是在词根上是相呼应的 我们在这里不为大家普及更多的 希伯拉罕文的常识 仅用这个两个字词 你可以看到的是两个词形上面 图形上面比较就很像 对不对 那依次来证明的是想要表达 这是以色列人他所使用的语言和文法上面 他让我们更多的贴切来理解 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的那种爱 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如同上帝对我们 好像母亲啊 妈妈对子宫里面养育出来的 我们的孩子那种的爱 是有非常多的关联性的 充满了那种温暖和安全感 这个是经过一些的 字词的研究当中 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贴切的理解 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旧约当中读到 常常看见那位耶和华神是高大的 威严的 充满了许许多多让我们觉得恐惧战惊的一个心态 可是当我们读到说 生命记尤其是生命记说到 耶和华你神 原是有怜悯的神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嘴角扬起了微笑 因为他想到的是妈妈对我的爱 因为让他们明白的是 神怎样爱我呢 就如同母亲保护他自己生养出来的儿女一样 用无微不至的爱与关心去来呵护他 所以那位神虽然与我们有一些巨斥的感觉 但是呢 他不是那种离我们高高在上 好像你千万碰不得的那种上帝的概念 反而你会发现在这个字词里面 你会读出来许许多多他充满着保护我们的欲望 你有了孩子以后就特别希望去保护他 免受外部环境的一些危险 比方说我们在孩子要去考虑到教育制度的时候 忍不住的就会思考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所教导的东西 会不会伤害到我们 冲击到我们孩子幼年不完全的心智 比方说我们在寻找我们的社区的时候 会忍不住的会找的是学区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是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是我们的保护欲望 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的 同样的道理 耶和华神也是如此 他是对我们而言充满着这样的一个温馨的保护的 他将我们用神的怜悯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 她的怀抱一样 把我抱在怀里面 给我力量还有安慰 这种亲密的无条件的爱在不断的提醒我们 当我们感受觉得无助和脆弱的时候 你可能在身边觉得很需要有一些人的帮助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在教会当中 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上帝 他就是愿意不断的施怜悯的那位神 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你是可以寻求到他的爱的 那用神的怜悯 上帝的怜悯 他始终在我们的身边环绕着 在旧约当中你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的那种体验 在今天的时代 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温馨的团契 有彼此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的帮助 都能够支起一个非常紧密的社交的一个社群当中的网络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以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地方 能够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一个社群 其次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旧约当中那位上帝 他到底是怎么对以色列人施予怜悯的呢 在旧约当中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神对以色列人施加怜悯的很多很多的事迹 今天只是简单的为大家摘录一些 让大家能够回想起来 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他对以色列人的怜悯 在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和故事就是出埃及 出埃及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一个民族当中的一个群体的记忆 神透过对法老的这一个警告 并且告诉法老说要将他的百姓释放出来的时候 法老没有照做 但是神就告诉摩西要去施加这十个天灾的审判 同时就用这样的神迹和歧视 让我们看见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然后来到了红海的旁边 经历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 就是将海分成两半 然后以色列人 他们的群众可以渡过红海底下 进过进到海的对岸 可是以色列这个埃及的军兵 却因为上帝的审判的人故就被淹没了 这是一个上帝特别的神迹 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会忘记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的民族的过程 民族的历史里面 其实是有上帝同在的 此后如果打开圣经 你看到摩西五经里面 记载的出埃及记 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面 尤其是过了红海以后 以色列人还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有太多了 数都数不过来 一会儿是没水了 一会儿是没有吃的了 一会儿是找不到方向 然后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了 上帝用云柱 用火柱 去指引以色列人 不知道群体当中在旷野当中的生活 应该是如何的有一个规章制度的时候 神通过摩西赐下十条诫命 刻在法板上 并且教导以色列人应该如何如何去做 在会目当中怎样去设立账目 怎样的行军 怎样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制度上面去守着神所颁给他们的诫命 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一位 并且愿意立志过跟随神的以色列人的生活而言 他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当以色列人屡次三番的又犯 犯错的时候上帝真的是让我觉得就好像一个我作为一个父亲而言 每次看到孩子犯错也会觉得心里面很唏嘘 跟自己的孩子已经讲过了一些规则 但是他一次两次的犯错和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心里面会有一些火气起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最终还是会耐下性子 长吸一口气 跟我们的孩子说 没关系 这次你犯错了 爸爸原谅你 但是下次请你不要再犯了 你有没有发现读旧约的尤其是摩西五经的时候 那个画面其实蛮多次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回想起来 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在神的面前 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在旷野当中 他们因为缺水缺食物而跟神埋怨 甚至怀念埃及的生活的时候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 上帝依然用怜悯去对待他们 自下玛纳 安纯 并且从磐石当中可以出水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上帝的怜悯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背逆而减少 而是基于对他们的爱和承诺 即使他们多次的违背神的时候 他仍旧是用这种耐心去对待他们 并且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并不仅仅只是对 你们很可怜 我应该来拯救你们 这种苦难的一种同情 而是出于一种主动性的保护的欲望 让我们感受他 他什么叫做神的不离不弃的爱 上帝对摩西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句话在提醒我们的是 神的怜悯是他主动的行为 是他非常深切的一个关怀 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无论我们是不是觉得我值得或者不值得 这些的怜悯甚至整个的贯穿以色列人的历史 一次又一次 一代又一代 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旧约当中 让我们看见 对于以色列人读到神的怜悯的一个理解 那么我们需要略略地将眼光 从摩西的身上转向到我们今天谈论的耶稣身上 相比起摩西而言 耶稣是更具有一个超越性的 从摩西的律法 看到耶稣的恩典上 我们会发现耶稣 比起摩西而言 更让我们觉得心生敬畏 摩西在旧约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就是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也是上帝律法的一个传递者 就是上帝在这个西乃山上怎样跟摩西说话 然后摩西就带着这个石板 然后回到这个会幕当中就跟我们的会众来分享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拯救以后 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的领袖 就不断地去完善 并且告诉以色列人 应当如何做 应当如何做 那通过这些的律法呢 我们就会看见 摩西在帮助以色列人 认识到他们是软弱的 是有罪的 因为我们会发现 我们要守全律法 容易还是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没有人真正能够完完全全地遵守律法 来实行这些神圣的要求 实际上律法的功用 也并不是让我们就是 一定要如何如何做 才能进到神的面前 它是让我们意识到说 我们人的有限和无能为力 所以律法的作用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并且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呐喊 我们渴望上帝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力去做些什么 那么基于这个缘故 我们就会发现 加勒泰书里面说到 律法是我们迅门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成义 我们回到耶稣的身上 与摩西部一样的是 当耶稣在山上跟门徒们 跟以色列的百姓 还有律法师来分享的时候 耶稣不仅仅是那位话语的传递者 他更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具体表现 他就是那位上帝来去代表上帝去实行他的怜悯 在马太福音当中 耶稣的生命和摩西的经历 你往往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 这个是作者故意这样做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位作者马太 他之所以要将福音书记载耶稣的故事如此来写 他是有意的去想要向听众和读者来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你读到这里有点像摩西对吗 我告诉你 他是新约当中的新的摩西 他比摩西更具有超越性 摩西所做的颁布的律法的事情 耶稣也做 但耶稣做的比摩西更好 摩西有在带领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当中四十年对吗 我告诉你 耶稣在旷野当中四十天 耶稣也做 有叙叙多多 有点类似的这些东西是作为文法上面的偶合 去帮助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是深深的在旧约当中去有对旧约圣经有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在讲好像有点像摩西一样的概念 是的 马太有这样的意涵 是试图来去引导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听众去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想到摩西这件事情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法老的束缚 带领他们进入到一个被拯救的阶段 可是耶稣做的可是比摩西做的更了不起 因为耶稣带领全人类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享受与天父和好的这个恩典 这是一个更了不起更范围而言更大的一个观念 然后耶稣的角色不仅仅是跟摩西相类似 更是超越了摩西 他不仅仅传递律法 而且是律法的那位成全者 是带领罪人进入到救赎当中的那位救赎者 耶稣的到来也标志着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新的阶段 甚至是一个顶峰 他不是在废除律法 他是将律法的这个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一个高度 他带着一个怜悯的恩典的心肠 去超越了律法所不能做的一些能力和范围 是对人类的一个最深的爱和关怀 在他的很多的服饰和事工当中 你可以看见他特别刻意的 去跟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忌讳要去触碰那些人群相接触 比方说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士 那些不该在这个守安息日时候做的事情 他刻意的去做 有点挑战当时律法权威的底线 你不要忘记或者误会好像耶稣刻意是一个找事情的人 其实耶稣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在让我们被提醒 耶稣带着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 他去接触那些在这个社会和甚至是律法定义 他们是有罪的人的身上 他们是饥饿的 是贫穷的 是瞎眼的 是不配得到上帝律法的 不配得到上帝恩典的 但是他医治他们 他安慰他们 他用爱和宽恕他们的罪的方式拯救他们 耶稣的超越性不仅仅体现了在他对律法的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解读上面 更是让我们看见他带来的那个恩典本身 那个怜悯本身是浸润在他整个生命当中的 什么意思呢 他无条件的去付出对那些贫穷和瞎眼的人的爱身上 于是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在耶稣的事迹当中 对我非常有触动的 是被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 第八章第十一到第十一节 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 耶稣对罪人的爱和怜悯 他的无条件体现在 在那一天耶稣在圣殿当中教导众人 有一群法利塞人是熟读旧约的律法的 他们和律法师一起一起来带着 拖着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说这个女人是在犯奸淫的时候 被抓住的 按照摩西的律法 他应当被用石头砸死 然后他们就问耶稣 你怎么看 如果此时此刻 我们稍微在更深的去思考这些律法师找的时刻 和他们刻意的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去问耶稣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只是单纯的问耶稣一个寻求一个解决方法而已的 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场合去带把这个麻烦带到耶稣面前 其实是带着挑衅的意味 想要去来试试看耶稣的 你不是说你是带着律法的权势更高的 并且超越这个律法的那一位吗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倒是给我们示范示范这样的一个案例 你要怎么做 如果耶稣面对这一个犯奸淫的妇女 然后说不要去砸死她的话 你想象一下 对于旧约的律法而言 那对于那些法利塞人和文士来说 耶稣所说的 那就是在触犯违反律法 对不对 如果耶稣同意用石头砸死 这个犯奸淫的妇女的话 就会让我们看出 耶稣他一味的所说的 他的怜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 是他没有办法去证明 他是具有同情和怜悯心的 他是要用石头砸死 又会被落入口舌 面对这样的一个陷阱 耶稣他没有立刻的回答 而是弯下腰 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那些人不耐烦地催促耶稣 然后耶稣站起身 说了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 这句话 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些带头指责的人 从最年长的开始 一个接一个地放下了石头 走开了 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 耶稣问他说 那些人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回答说没有 主啊 耶稣说 那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在这里展现的怜悯 是一个超越律法的 他没有忽视罪的存在 但是他也没有急于去定罪 而是给了这一位妇人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的怜悯是带着一个希望的 给人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 愿意走出人生的 罪的瑕疵和阴影 可以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生命 这是耶稣的智慧 也是耶稣让我们 深深被震撼和折服的地方 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想到 堕胎的疫情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无论是社区 到我们的立法 到执法上面 到社会的新闻 舆论上面 都有许许多多 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的一边 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声音 我们要高举 生命的一个神圣性 认为每一个胎儿是独立的生命 不应该被剥夺 而另一边呢 支持堕胎权力的人 他们主张女性 有自己的选择 自己身体如何被 对待的一个 一个权力 尤其是这些的女性 在面对意外怀孕 经济困难 或者遭受到暴力和虐待 等等的复杂情况的时候 他们格外的希望能够 重视这些的权力 被提及 如果耶稣站在今天这个时代而言 他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有时候 透过约翰福音当中的故事 或许会窥见一些 耶稣他做事情的一些智慧 他没有很急于的去站在一个道德高地 去评判说怎么样做是对 怎么样是做是错 而是选择了倾听和理解 他没有忽视律法的存在 他也没有很简单的去做一些 按照律法上面所做的刑罚 来去处罚犯罪的人 而是用怜悯和爱来回应 或许在做他的议题上面呢 耶稣对行淫妇人的这个态度 给我们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醒 我们不用去急于去定罪 而是先了解这个事情 每一个发生的案例背后 有许许多多曲折的故事 甚至是觉得让我们 蛮戏剧性的一些转折的 那些选择堕胎的女性 常常面临一个极大的心理 和生活上面的一个压力 也许是经济上有困难 也许是缺乏支持的环境 比方说缺乏婆婆 或者是长辈老人等等的 来帮助他们 也或许是他就是未成年怀孕 甚至有可能是遭受到了性暴力 甚至是虐待 牵涉到一些人口贩卖组织 等等等等的一些议题 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充满了 无奈和痛苦的 而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说 我要放弃 那或许对我们应该怎么样 予以一些提醒和一些帮助呢 我想到我的太太是一个 采超科的医生 在我们所生活的社区 我们的教会 他和在社区当中的一些工艺的机构 有一些的合作 是什么呢 就是开设一些的服务的站点 让就是采超科和心电图科系的 医生和护士 护理人员可以在社区当中 免费的服务和采取一些医疗的一些帮助 那在这些帮助当中 蛮让我触动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采超是显影显象 心电图的话是可以听到心跳 所以让那些想要考虑堕胎 或者是在这当中 仍然struggle的一些人 那些妇女 她们来到这个诊所的时候 她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或者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些妈妈们 听一听孩子的心跳 甚至有条件的话 根据设备的缘故 有条件的话 可以让她们看到在杜甫当中 胎儿的那个样貌 从孩子可能六个月左右的时候 在母妇里面六个月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轮廓出现了 这会产生蛮大的一些impact 在她们决定说 我最后要决定说 要把这个孩子解决掉 或者如何的时候 或许会让这些妈妈们 再多考虑一下 我想这个是蛮有一些人文关怀的 一个机会 所以让这些 在这些痛苦掙扎中的女性 可以更多的寻求 在社区当中的一些帮助 或许她们有更多的一些难言之隐 是没有被顾及到 然后我们也没有听到的 所以借着这些的社区的服务 是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走出去的方式 参与到社区当中的时候 做比我们只是定下来说 哪个合法 哪个非法 而言更富有人文关怀和怜悯心肠的 一些举手之劳 所以我想这是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思考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社会社区当中的很多议题的时候 千万在我们做决定之前 先想一想 或许我们可以做更多一些 是帮助到一些人的 而不仅仅只是 支持或者投票而已 好不好 那我们会发现 在耶稣面对 形影妇人的这个态度的背后 他体现出来的这个怜悯 会帮我们树立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榜样 但面对复杂的道德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用心去看待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 带着爱和理解去回应 而不是急于去定罪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 耶稣怜悯他人的那个 延续他的这个精神的那个传递者 可以将耶稣的心肠活出来的人 让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许多冲突和张力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让人看到 基督徒身上是有爱的 带着盼望和希望 给人一些机会和选择的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律法吗 我觉得他超越了律法 他在成全律法背后那更高的一个精神 他为罪人打开了一个通往上帝恩典救赎的那个道路 在登山宝训当中 耶稣没有简单的重复律法的经文 而是深入律法背后的那个精神 他强调内心的纯洁和对他人的爱 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这更高了对不对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难免我们会有一些血气上来的时候 可是耶稣让我们知道说 这是让我们你以为你只是不杀人而已吗 不是的对我们要求更高一些 耶稣将律法的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 指出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 你的心怎么样 你的内心和动机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 能够经得起他的见察 我想我们想到这一个时候 我们就会有些羞愧了 我自己都会觉得有许许多时候是违背神的恩典 违背神的这个律法和公义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是透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完成了律法上面不能完成的工作 它不是只是带来一个更高的挑战 让所有人觉得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 而是他亲自的走上那一位 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恩典 他给了我们 我们原来不配得的 恩典之所以是恩典的原因就在于 这原来是我们不配的 他的死和复活 让所有相信并且跟随他的人而言 可以得到一个盼望的一个生命 是他给我们 我们可以不再被律法所挟制 所捆绑 最重要的原因是 此时此刻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已经活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里面 你是有主的人了 你要相信这样的一个 很给我们确据的话语 以至于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 你不用担心 神没有放弃你 上帝也没有放弃对我们的爱 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与怜悯 透过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位耶稣 最后我们来看在审判当中的怜悯 基督他的救赎是我们唯一的保证 说到怜悯我们会觉得 基督教经常会提到上帝有恩典有怜悯 神就是爱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会跟别人分享到这一点 然而圣经当中也明确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世界观是有一个终点的 跟许多不同的科学的流派 或者是其他的世界观的认识不一样 基督徒的教导基于圣经 我们会看见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是知道这个世界会慢慢的走到一个下坡的一个阶段 甚至走向一个最终的一个结局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审判 这个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会非常小心谨慎的 要跟别人分享 因为这个好像非常冒犯到别人 然后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 末日的审判是存在的 所有人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在那一天 所有人都需要在神面前交账 接受审判 所以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当中 描绘了耶稣作为审判者 他到时候要将人分成两类 一类是绵羊 一类是山羊 象征的是义人和恶人 在那个审判当中 关键的衡量的标准是 我们在世上如何去对待他人 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是无法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 站得住的 罗马书三章23节告诉我们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善行 无论做得再多 都没有办法弥补在上帝面前 我们的亏欠 基督徒之所以可以靠着上帝得救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是那一个耶稣基督的公义 祂的义 替代了我们的不义 使得我们可以在最后 在上帝的面前 神不看我们所犯的过犯 我们最需要的是 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而不是我们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 怜悯在这个审判当中 是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到最后的最后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个审判就不会再有怜悯 有无怜悯的审判 在那个场景当中 神如同一个法律 法庭面前的审判官一样 祂不再会给我们说 我是有恩典 有爱 有怜悯的 世界已经走向最终极的画面的时候 祂的怜悯已经收住了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 这是需要让我们深深意识到的 这也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非常晦涩 也非常难以去讲得清楚和明白的 因为会冒犯到人 你们基督徒不就是 一直是爱和同情别人 带有怜悯心吗 可是整本的圣经当中 也让我们勾勒出来 原来世界走向终点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今天不会更多的 跟大家分享无怜悯的审判 我们只是分享到 有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画面和场景 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 让我们看到 祂多次地将自己的生命 跟摩西还有以色列的历史 联系在一起 暗示着不仅仅 祂是那一个新的摩西 更是代表新的以色列 耶稣和摩西之间的那些的关系 不仅仅是简单的平行的关系 也让我们看见 透过耶稣的顺服 和祂的牺牲 祂成为了上帝的羔羊 祂也成为了上帝的一个怜悯 非常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和符号 祂是一个具体的体现 当我们妄想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那位耶稣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上帝的怜悯 倾洒在我们身上 有人为我们白白的死 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 经历了上帝的救赎一样 耶稣在旷野当中 祂经历进食 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 也代表着祂为全人类 经历过试炼 这种试炼也让我们意识到 展现出来的是耶稣 祂的顺服 祂也凸显出来 在末日的审判当中 祂会为我们争取到的这个怜悯 是祂给我们的机会 那最后呢 耶稣的基督的救赎 如何成为我们怜悯的保证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当我们深深地 进入在神的话语当中 去思想祂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如何的 是敬畏的 是渴望的 是充满着对神的恩典的感恩的 在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比耶稣 祂的牺牲更能够触动 我们内心的柔软的软弱 或者是那些的恐惧的 有什么可以去战胜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些软弱呢 那是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祂用祂的十字架上的救赎 给到我们看见 原来一个生命可以活成这样 为他人白白的死 这不是怜悯是什么呢 如果既然如此的话 作为效法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仰望十字架上 祂给我们的救赎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会内心被挑战 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说 那我应该如何做呢 我做什么可以去予以回应 我们的神 祂在十字架上 为我所做的这一切呢 如果不是神在恩典当中 给我们看见 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说 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此当我们最后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 在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 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和我们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说 我今天应该如何做 在这个社区当中去为神的缘故 活出一个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见证呢 我想到我自己的服事 我来自基督使者协会 我们的机构常常会在年轻人当中 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职亲当中 有很多的分享 所以这个暑期我走访了十几个城市 然后在不同的校园有很多的拜访 去了解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我们的学生 他们的一些特质 以及他们的需要 跟十几年前相比 以前的中国留学生 你只要能够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中餐 他们就觉得非常有家的味道 然后就能够被关怀到一样 相比起来 今天这个时代 这一道也不太管用了 我想在这里肯定有很多的家长们 有类似的感觉 所以我们面对一个很多的挑战 并不是代表说 我们就没有爱了 而是好像我们怎样 用更合适的方式方法 让我们的学生们能够感受到 他们可能不再缺乏 这些物质上的需要 然而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 和他们生命的软弱的时候 他们会像半夜里面 来敲耶稣的房门的尼哥迪姆一样 问很多稚嫩的 但是又非常深邃的 发而生醒的问题 这些时候 只有当我们走出去 去服侍那些年轻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见 所以当我的事工当中 其中有一个是要去帮助学生 在他们还没有来到美国以前 就跟他们有些的接触 去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当地的一些服务 比方说接机啊 或者是留宿 或者是接待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做什么 有或者没有 然后这个话题讨论结束 或许也可以 当这位同学 他问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带着爱心和耐心去问 我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更好的来帮助到你 具体的一些需要是什么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可以找到当地的哥哥姐姐 或者是叔叔阿姨 能够帮助到你 把我们的爱 不是只是 仅仅的局限在 一两句话的对话里面 而是当我想到 一个要背负新郎 来到异国他乡的 这个同学的时候 即便他有小红书 可以看很多攻略等等的时候 但他人生有许多的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接触到他的人 或许耶稣借着我的服饰 可以去帮助到 这一个有需要的同学 让他看到有基督徒的爱 在我们身上的人 和那些做留学中介服务的 我们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的服饰 也是今天的经文 给我的一些感触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的 带来一些的帮助 和一些的共鸣 好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屏幕教育长的冬 defeating 我们下延自私在 嗯 那 dale 我来说 里面的